以及企务中的中文 初级 had Seat 他肯定 став三 yön summarize scholars bew Exped cobra 其ru cud stands 对我来说, 创意学习是什么? 创意习크�jab 叫做别惊喜 就是愿意去想好多不同的产生 是可以挑出这一名规范 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事 我們應該是打破一些科目的框架 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 就能夠更有興趣 他的投入度就更加高 平時我們的教學生活都太緊張 有時候學生會有很多話想說 但其實他未必很願意去表達出來 我期望學生可以慢慢變得更大膽 表達自己的想法 亦可以去尊重和聆聽其他人的想法 可以多些創意去問問題 很想啟發到學生變得有創意 所以我首先要提升我的專業的知識和技能 我們更加希望是 我們是他所有資產一起走同步的 一起商量的 令到他覺得可以自由的 沒有對和錯的 可以很自信地發表自己的見解意見 希望很大很大的宏願 就是整間學校去慢慢從這個方向改變 這次的計劃我們是找了10間的小學 和10位的CP 想10位的CP和小學之間的老師有一個 去嘗試將以往既定的學科的寬關 去將它放低一點 然後將不同學科之間的老師和CP之間 一起去描述一個新的教學方案 這次的計劃中 其實分了三年的旅程 第一年的計劃中 其實我們想由CP和老師 先帶起一個創意學習的環境 然後學生之間 其實也都會在這個學習的旅程中 漸漸就會開始會產生 他們對各樣不同的新事物的求知 和好奇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預期學生會 給到一些他們想像不到的反應 這樣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期望這一年之間的改變 就是老師和我們CP和學生之間 全部都是在一年之後預期不到 原來中間發生過的事情 我期望小朋友最後會有的得著 就是他會有一個啟發了他的興趣 他會自己去找到一些本來學科會教的東西 而老師不需要教了 他自己就會去找到他要學的東西出來 課程設計方面 我們就嘗試是用一個 即是同學不是慣常上課的一個空間 慢慢去製造一個 我們上這個特別課的一個氣氛 一個環境出來 令到一些同學可以更加投入課堂 以及勾起對創作媒介的好奇心 製造了幾個概念給他們開始做 但是又可以有些自由 可以他們自己做到創意和創造空間 我在畫紙裡的空間是屬於他們的 他喜歡畫甚麼都可以 不會想圖畫是否漂亮 交給老師會有甚麼評語 有一個輕鬆的狀態下 他便會願意跟你分享 他真的想想那件事 小朋友其實多了一個空間 去問為甚麼 其實之前教其他學生 他們是不會問為甚麼的 覺得我做好藝術圖就OK了 在這個課堂裡 引發了他們的好奇心 都忌心感受那件事 是怎樣去尊重每個學生 他的意願 他是一個甚麼的人 那個獨特性 亦都是同一時間 是以人為本那件事出發 我希望同學感受到快樂 所以我就會選擇一個比較輕鬆的 上課的氣氛 跟他們接觸 告訴大家 創作不一定是仇眉苦念 埋頭苦幹地在做事 我們可以隨我們的生活 感受 去得到創作的靈感 同學可以有一些新的經歷 激發到他們更多的好奇 或者創作的慾望 今天不是說一個考試 而是他真的可以用我教的技巧 去表達到他們的想法 才是最重要 在7-2s裡面教了他們 首先要觀察 之後感受一下 感覺一下 然後他們都要學會說為甚麼 全識出來 中文裡面的一些內容 其實可以配到視覺藝術裏做的 我反而很放心交給中文老師 會否用一些方法 令學生更加加深的理解 每一次做完都要他們反思一下 我們會發現他們可能答案是豐富了 他們的觀察能力高了很多 其實我很開心 就算你告訴我 這裡有些錯處 但是我看到他們的進步 其實覺得很有效 他在做創作的過程中 有想過東西 有反駁過地 有做一些他已經想自己 有一些野心去完成這件作品 其實他已經有很大的得罪 這次跟老師的溝通 建立的互信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當大家都有耐性 還有一種尊重 當大家都若無得對方的思考模式 或者一些習慣 或者一些限制的時候 變得就有一種互相可以補足到長短 當可以這樣做一個開始的話 其實小朋友就會自然參與 當他們投入的時候 課堂就能進行到 好 繼而中間我們想說的東西 老師想帶出來的一些知識 技巧 其實就能夠做到 這個合作是可以帶給同學生 一個新的和別人合作的經驗 不用老師指著你負責什麼 他負責什麼 而他們自己自動去找一個位置給自己 我會見到有些同學 有一些不出聲 或者是不知怎樣做 或者怕做 或者是怕做得不好 我就會跟他們聊天 或者說不要緊 照做了 做了出來 其實沒有錯的 所以在裡面他們得到認同 他們自然的信心就會提升了 可能在這三年計劃之後 會不會同學之間的學習 會比傳統的學習模式更加 一來愉快快樂 二來是他們對知識的掌握 會不會更加鞏固呢 嘗嘗 再會說